不过我们也提到了 也有些问题会产生的 包括说我们提到过年期间 其实是并没有免费里程的 那么民众为了省钱 也许就是不上国道 会不会因此造成市区 或是部分闸道塞车这样的情况 哦 是 不过因为那个在春节期间 是每公里0.9元 那它的用意是希望可以 让长城的人尽量方便可以回家 那短城的人就尽量多利用平面 或者是快速道路这样子 那但是以0.9元来说 其实它并不会算很贵 如果你走就是一般 短中长城的话 大概80公里以下 才会比较贵一点 但其实那贵的幅度也不是太大 所以可以自行就是做一个 所以应该是认为会影响不太 不到那么大就是 对 其实影响并不会那么大这样子 对 如果我们要请你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大家现在要迎接这个30号 就要上路的这个国道继承收费的话 那我们大家要先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譬如说我们要把APP下载好 把东西准备好 或是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是 对 当然大家 就是像主持人说的 就是把APP下载好 那这样子你以后心里有个底 比方说每次走国道 大概要付多少钱 对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大家也可以到各个服务区去拿这个费率表 对 那其实当然我是觉得贴eTag 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 就是因为它有九折的这个费 那个通行费的打折 对 所以如果大家不排斥的话 倒是可以去使用这个eTag这样子 好 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到现场我们分析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